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 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居全球第二 深圳R&D经费投入强度5.49% 稳居全国第二位 深圳PCT国际申请量 连续18年排名全国大中城市第一位 可见在深圳 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的氛围越来越浓烈 企业和社会力量对基础研究的关注和投入也越来越高 目前 深圳正努力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打造强大的科技基础能力 科技创新测源能力 科技成果转化能力 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继续连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员陈颖怡 这些深圳的文化加科技元素 能够在春晚的舞台上大放异彩 那一定程度上跟深圳产业 比如超高精视频产业的发展壮大是密不可分的 对此您有何观察 其实整个产业链它是有一个微效曲线在的 我们的制造业就要逐步往两端延伸 就是分别是上端的一个研发 然后下端的一个营销环节 那么其实的话在技术这一块 深圳的一些企业也是得到认可的 那么后续就是这两块进行一个发力的话 更多的话是结合一个宣传 然后还有逐步的一个市场认可这样子的一个阶段 那么近期在深圳是举办了国际的超高清这样子的一个展会 进行了相关产业链条龙头企业的一个宣传 另外的话还制定了一个相关的标准 那么就是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宣传和普及的一个方式吧 然后让我们的制造的一个产业链分别像研发 还有营销这个环节进行延伸 我们的制造的一个宣传和普及的一个宣传